這就是赤裸裸地把政治凌駕於社會公義 凌駕於法治的表現 所有西方國家似乎完全不知道 疑交疑犯跟政治罪行是兩回事 他們是否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他們不會是真的不知道 只不過這是一個很便利的政治手段 顯示給所有對於疑交疑犯認知不深的人 一個訊息就是我要把握香港 這確是一個值得我們擔心的事實 你想想香港如果殺了人 打劫、放火、走去美國 可以逍遙法外 對於香港的治安來說 確是一個很大的缺口 條文其實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而在執行上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因為我完全認同的 條文寫得多漂亮也好 在執行上 如果你達不到一個 維護香港高度自治的情況 確是令人擔心 但在實行上 我們只是過了兩個星期 為什麼有人會立即跳到一個最極端的結果 就是我們已經一國兩制已死了 司法獨立已死了 特首和首席大法官 大家坐在一起去研究哪些法官是比較適合的 首先我們要說清楚 他們不是研究哪一件案件的審議案件的法官適合 而是哪些法官適合一類的案件 這一類的案件 即是你選出法官 其實哪一個審哪一單案件 仍然都是要由首席大法官 透過行政的安排作為決定